江西南昌京县千年古墓 墓中摆放了大小不一的六口棺果 棺果内出现的物品 直接改写了我国历史的记载 时间来到2018年的某天下午 位于江西南昌向山路一带 正在开发棚户区的改造作业 工人们本以为工程能够顺利展开 谁曾想挖掘机挖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触碰了一块硬物 工人们对此并未起疑 继续开展工作 谁曾想竟然挖出了许多青砖和瓦片 负责这片施工区域的负责人 看到这些东西出现后 立刻察觉到了一样 赶忙安排工人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凭借多年的经验 负责人明白 这底下很有可能埋藏了一座古墓 可是因为施工原因 古墓的表面已经收到了损伤 所以专家赶来大时候 就发现古墓的研究价值变得稀碎 所以专家便打算离开 谁曾想这里的土壤和其他地方有些不同 这也意味着 这底下很有可能还埋藏着什么东西 随其专家便继续展开挖掘 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 最终在土壤之下 挖出了一块完好的果板 专家对此异常兴奋 为了搞清楚青砖底下的秘密 专家判断 这座古墓的墓主人绝对身份不凡 挖掘结果也如专家所料 这底下竟然真得埋藏了一座墓室 并且又六座棺果正被淤泥埋藏着 专家不禁直言 难道这是挖出家族墓了吗 毕竟这座古墓的面积并不大 放眼整个考古史来看 这样小的墓室 专家还是头一次见到六座棺果的 为了解开这个墓室的谜题 专家随即将棺果进行了开关 发现里面先后埋藏了十个黑柚头罐 并且摆放顺序仅仅有条 每一个黑柚头罐的做工都十分精美 那么专家对此会给出怎样的说法 江西南昌意外挖出家族墓 其墓中摆放着六口大小不一的棺果 专家看到棺中陪葬后惊呼 这些东西能够改写历史 那么专家到底挖出了什么呢 经过专家不断的挖掘发现 这个古墓中不仅埋藏着大量的黑柚陶罐 古时的货币更是数不胜数 按照专家观察发现 所找到的铜钱应该是古时 极为罕见的一种货币 好似汉代时期的产物 因为当初往往篡汉称帝后 就将新一轮的货币引到市场 但这种货币流通性并没有之前的好用 所以产量也是极其稀少 这也意味着这些铜钱的价值不可估量 为此专家继续展开墓室的清扫工作 希望能从墓中发现更多奇珍异宝 毕竟这个古墓已被传开 专家们如果清理不够仔细 很有可能会将遗落的宝贝拱手让给盗墓贼 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挖掘 专家终于将最后的棺果挖得出来 从这六座棺果中 专家相继挖出了许多金银首饰和板饰 这些东西的价值 对于国家而言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专家本以为这些这已经震惊 自己对这座古墓的期许 谁曾想四号棺果打开后 意外却发生了 眼看棺中的墓主人穿着一双鞋 专家随即进行勘查 发现这个鞋子是汉代的真之鞋 要知道如今的时代 还没有人能找到汉代出土的真之物 这也意味着 汉代也存在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发现无疑不是一段佳话 可以将我国考古史的空白填平 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想到古墓中竟然出现这等宝贵的东西出土 专家们急忙对所有发现的棺果进行了开关 最终专家通过推测给出结论 这座棺果只有一人是成年人 其余的棺果都是小孩子 而墓主人的身份则是董太 但他的身份却不在汉代古籍中记载 为此专家也只好停止了此次的考古工作